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志着习近平对知识分子的整肃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反战到了新的严酷程度 如果从更全面的情况来看 对大学教师和学者的打压 只是习近平强化个人独裁的一部分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 特别是修宪以来 习近平在不断的强化个人的权力 大搞个人崇拜 然而由于习近平的无德无能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遭遇到了无声和有声的抵抗 令习近平恼羞成怒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三月 中共当局连续公布了两份 跟人事相关的重要文献 一份是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另一份是公务员职务 与职级并行规定 在这两份文件中 都在任职和晋升的基本条件里 加入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容 实际上 维护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和地位 已经成为中共当局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的政治规矩 然而习近平一再强调核心意识 强调维护他的核心地位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也恰恰说明 他的核心地位无法得到人们的尊重 既然只有权力而没有威信 习近平就只能采取更加粗暴的方式 强行推进他的个人独裁 中共最新推出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 这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共高层的一些担心 在这份文件中 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官员们 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不准妄语中央 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 以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 不准拉帮结派 搞团团伙伙 不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显然 习近平拙劣的实证方式 以及不学无数的小丑形象 早已遭到了广泛的非议和嘲笑 尽管更多的人是在私下里 对习近平表达了反感和不屑 习近平对两面人的愤恨 这从反面说明 这种对习近平的反感和不屑 在上层也广泛的存在 而习近平设置的妄议罪 就是公开的压制批评 钳制人口 事实上 习近平对严路的控制 已经全面倒退到了毛泽东时代 一言堂的程度 最近以来 习近平针对学校和学者的防范 也越来越严密 整个的政治空气 也越来越变得肃杀 在三月中旬 习近平主持召开了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座谈会 再次向外界释放了强化 意识形态控制的信号 稍早 中国问题学者胡兴斗宣布晋升 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胡兴斗认为 在这个时代 几乎没有任何独立思想存在的空间和缝隙 连讨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 科技思想问题的文章都会被删除 评论中国经济 批评国有企业都可能惹来麻烦 这次中共当局对许章润的打压 标志着对中国高校知识分子 全面整肃的开始 我们知道 在万马七音的情况下 许章润教授表现出了非凡的道德勇气 许章润在他那篇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的文章当中 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倒退 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并提出要警惕集权回归 制止个人崇拜 在某种意义上说 许教授这篇文章 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篇 对统治者的建言 寄希望统治者能够悬崖勒马 许教授说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而不是说我们当下的不满和愤怒 这或许反映了他 对统治者还抱有些许的幻想 客观上 许章润这样的学者的存在 对中共当局的形象是一种羞耻 对于清华大学来说 有许章润这样的教授 无疑是他们大学的骄傲 中共当局对许章润教授的打压 实在是丧心病狂 用一句俗话说 这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失好人心 如果用一句学者的话说 清华大学校方不以为美 反而治罪 其角责低劣 为天下人耻笑 这句话是北航法学院高全喜教授所说的 只是 角责低劣 被天下人耻笑的 并不仅仅是清华大学的校方 还有在背后的中共最高当局 值得注意的是 在许章润教授被当局整肃的消息传出后 已经有多位学者公开表达了 对许教授的声援 和对有关当局的抗议 许章润的同事 清华大学社会系的教授 郭于华说 许章润是清华大学的骄傲 他并质问有关当局 许章润作为法学教授 倡导宪政民主 强调依法治国 原本是本职工作 本分之责 何罪之有 何错之有 连多威王对此都发表文章说 中共应当善待知识分子 别让悲剧重演 多威王的这篇文章 奉劝中共文宣管理者 即便不同意一些知识分子的观点 大可通过合适的渠道 进行正常的反驳和辩论 不应采取打压手段 否则只会受人一饼 加深海外对中国一直就有的疑虑 多威王的这篇文章 无疑是针对海外读者的 所以他还要说一点实话 只是面对皇帝的愚蠢和顽固 当太监的大概也只能暗自教苦 习近平似乎是对知识分子 格外的反感 自他执掌权柄的这些年来 中共当局对高校的管控 是越来越严 不断有教师 以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 而受到惩处 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 在严重的恶化 在这一点上 习近平可真像是继承了 毛泽东的一波 不仅主张宪政的学者 许章润教授被停职调查 替工人维权的左派学者 也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打压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讲师 毛泽东网站的红色参考的编辑 柴晓明 被南京市国安 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指定监视居住 有媒体报道 中国劳工的新闻网站新生代 也有多人被中共当局扣押 习近平显然是有心要制造一个万马其音 鸦雀无声的政治环境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多次表示 要继续扩大开放 这次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欧洲之行当中 也曾经在当地发表文章 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历程 未来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试问 一个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地方 一个连批评意见都不能包容的地方 怎么会有真正的开放 习近平口口声声说 开放包容 然而中共当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压 对严路的控制 这只能证明习近平在撒谎 在欺骗世界 许章润被停止调查后 BBC有篇文章提到国际商界的担忧 中国美国商会名誉主席认为 许章润遭晋升 不仅是中国损失了一个广受尊重的理性声音 还会对中国整个法律界产生寒蝉效应 尽管仍有声音呼吁立法独立与法治 但这个体系实际上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工具 在他看来 这对正在吸引和维持外国投资的中国也并非好事 外国企业介意的便是受政治影响极大的法律体系 许章润被整肃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 似乎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善人平的评论 题目是搞批评应守住三个原则 实现建设性 这个善人平就是胡锡进的笔名 这篇文章完全不顾事实 片面的为中共当局对许章润的打压进行辩护 这篇文章说 许章润曾经有过在法学领域正面的学术贡献 但是近年来逐渐变得政治上激进起来 尤其是去年以来 他写的几篇政治上很极端的文章 使他在国内异见人士中一下子突出了球来 其实善人平所提到的许章润那几篇文章 早已老幼皆知 许章润文字中肯 语气平和 甚至很谦卑 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也是为了帮助当局 完全谈不上什么激进 许章润所突出的地方 并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他的勇敢精神 绝非是他的言辞激进 许章润不过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担心 说出了无数知识分子想说的话 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还说 许章润显然给清华大学出了个难题 他本人一定很清楚 这样公然表达政治对抗的立场 是不可能长期在中国著名大学里 从事教学工作的 他等于是 逼一直包容了他的大学 对他采取另一种态度 事实是 许章润作为一名法学院的教授 他只是行使了中共宪法赋予的权力 居然便不可以在中国著名大学里 从事教学工作 这其中的荒诞和荒谬 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难道中国的大学里 只能有胡安刚 张维为之流存在吗 关于胡安刚 我以前谈过 这里稍微谈一下张维为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期间 经常为中国事民主摇唇鼓舌的张维为 又大放厥词 张维为说 两会就是中国独特的民主模式 他认为这个模式有几个特点 比方说 在政治上 他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 他能通过选贤任能产生领导人 在社会领域 他强调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中国模式的规划能力 整合能力 改革能力 现在看起来都明显的高于西方模式 所以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张维为的这些话 完全是无视历史 无视事实 无视常识 一个读书人 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该是多么的厚颜无耻 中共是否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 这根本不需要讨论 几千万中国人的尸骨 破碎的山河 就是最好的回答 中共当局一再推出 李鹏 胡锦涛 习近平 这种无能无德之辈 连中共自己都不否认 这个逆向淘汰的事实 张维为居然说 选贤任能 而中共当局每年的维稳费用 都超过了军费 一个连非政府组织 都不可以正常存在的国家 居然被说成是 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也只有弱智的中共当局 会接受这种令人作呕的颂养 此前 张维为还曾经说过 执政集团的背后 是选贤任能 张维为说 中国发明了我们如今所说的 科举考试制度 这种择忧而取的制度 一直延续至今 整个制度贯穿了 选贤任能的原则 张维为公然无视学者的良知 混淆视听 中共当局的一个突出的特色 就是反制 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 从来就没有过学术标准 在文革之前 中共的官员大多数是文盲或者半文盲 在文革之后 那些能够青云直上的绝大多数是流氓 甚至是流氓加文盲 在科举时代 正途出身的官员可能品质恶劣 但绝对不会是文盲 皇帝可以对某人封侯封王 但是绝对不可以随便封一个人为 举人为晋士 中共对知识的轻蔑 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迫害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 也只有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才会有习近平这样的 小学水平都达不到的博士 文革结束后 中共的领导人胡耀邦 曾经立足为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平反 胡耀邦有句名言 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共产党应当启示 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然而胡耀邦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誓言 反而他自己都为中共的元老门整掉了 关于中共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 陈奎德说 中共政权和知识界的紧张关系 它不是以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恩怨为转移的 根本问题在于 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 这种紧张是结构性的 制度性的 陈奎德的这句话 是对中共和知识分子关系最深刻 最清晰的总结 也就是说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出现习近平这样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 有他的必然性 而胡耀邦则是中共中的异类 胡耀邦是真心想拯救中共 然而中共的性质注定 他无法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胡耀邦说过 要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 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 再也不能搞运动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辅折 重犯历史的错误 胡耀邦常说 鸭雀无声 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 七嘴八舌 人气旺 民族复兴 有希望 今天 习近平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大搞一言堂 鸭雀无声 习近平在走向灭亡 习近平也在把中共带向灭亡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小民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